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期临近 马州正在采取额外的新冠预防措施 马州州长公布新冠测试相关信息 马州州长提出帮助各州 从致命的龙卷风和恶劣天气中恢复过来 波士顿在竞逐新年最佳尝试中排名第45位 2021年12月12号中午 波士顿乔学界庆祝2022北京冬奥会活动 在马州剑桥石公园广场隆重举行 超过200名各界人士出席 共襄胜举 活动由李兆元主持 组委会成员胡运赵 刘宏 谢峰 梁天光 梁立堂 陶凯 赵进 李慧明 吴浩 邓一彰 MIP和剑桥商会的代表们分别致辞 支持这个活动 第二个的话 体育是无国界的 在剑桥这边已经居住了今年是第36年 中国第一次搞冬奥月 我们身为中国人都很骄傲 冯莉莉 万宾船与波士顿最少年艺术团 新月艺术团 攀杰声乐教学工作室的小朋友们 一起演唱了冬奥会火炬激励主题曲《希望之火》 制药商辉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周三警告说 人们可能需要比预期更早地打第四针新冠疫苗 因为研究显示 Omicron变体可能能够逃避该公司的疫苗提供的一些保护 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说 自11月该变体被确认以来进行的实验室实验表明 辉瑞公司的两剂量方案仍然提供一些保护 阻止该变体引起的严重疾病 而加强针能够提供更多的保护 辉瑞公司的科学家们说 在一个人打完第三针后的12个月左右 为了针对Omicron变体可能需要打第四针 布尔拉周三说 在初步研究表明 Omicron变体可能破坏辉瑞公司疫苗所提供的一些保护后 这个时间可能需要提前了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 美国有超过40人的Omicron变体检测呈阳性 据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说 几乎所有人都表现出轻微的症状 美国约有两亿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 这刚刚超过该国人口的60% 本周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初步测试表明 Omicron比Delta变种的传播性要高得多 但至少对于那些已经接种疫苗的人来说 可能不那么致命 由于确诊病例不断增加 更多的假期即将到来 包括波士顿大主教区的麻州一些组织 正在采取额外的新冠预防措施 从下周末开始 整个大主教区所有参加活动的人 必须佩戴口罩 口罩要求将于2022年1月17号截止 5岁以下的儿童不需要佩戴口罩 2岁以下的儿童不应该佩戴口罩 这一变化是在Omicron 新冠病毒变体的威胁越来越大 以及现有的Delta变体威胁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两种变体在节日季节的核心时期不断的加剧 教会信徒中的反应不一 全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 周日上午在参加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时 谈到了戴口罩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寒冷的天气月份 福奇说 当你在室内聚集的环境中 而且你不知道你周围的人的疫苗接种情况 遵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方针戴上口罩 福奇还重申了新冠疫苗加强针 对新冠病毒变种的有效性 他说 有令人鼓舞的消息是 初步数据显示 当你接种加强针后 例如第三针MRA 将为你提供足够高水平的保护 它确实对Omicron有很好的效果 福奇补充说 初步数据还显示 Omicron变体具有高度的传播性 可能对免疫保护和抗体有一定的抵抗力 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新冠加强针如此重要 麻州将在受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最严重的社区 发放超过200万份免费的快速家庭新冠检测包 麻州州长查理贝克说 这些免费测试将在102个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下的 麻州家庭比例最高的城市和城镇发放 按照这些标准 麻州的所有20个受影响最严重的社区都将包括在内 这102个市镇总共有370万居民 贝克说 快速在家测试套装正在为人们提供一种简单和方便的方式 让人们接受新冠病毒的测试 在我们进入假日季节时 这些测试将特别有帮助 来自麻州国民警卫队和麻州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团队 将从周二开始帮助把210万个快速抗原的检测试剂盒送到各城镇 贝克说 当地官员随后将决定向其居民分发测试的最佳策略 该州还在与快速检测试剂盒制造商进行谈判 以允许城市和城镇以较低的成本购买更多的检测 大约6000万符合接种条件的美国人仍然没有接种疫苗 有1亿符合接种条件的人还没有接种加强针 在龙卷风和严重的风暴袭击了几个州之后 麻州州长查理贝克提出支持恢复工作 我对昨晚这几个州发生的破坏性风暴所影响的所有人表示同情 麻州随时准备支持这些州的应对和恢复工作 贝克星期六在推特上说 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周六说 肯塔基州恐怕至少有70人死亡 贝希尔说 这是我们州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龙卷风事件 本次龙卷风为几个州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被风暴袭击的地方包括肯塔基州的一家蜡烛厂 伊利诺伊州的一家亚马逊仓库和阿肯瑟州的一家养老院 波士顿被评为美国第45个最适合庆祝新年的城市 成为麻州唯一被认可的迎接新年的前100个地方 该排名是由Wally Hub对新年庆祝活动的成本 娱乐 食物选择及安全和可及性进行分析后得出的 麻州首府在后面的两个类别中名列美国城市前30名 但由于与庆祝活动有关的高价而排名受到影响 纽约市是时代广场落球仪式的所在地 被评为迎接2022年的最佳地点 但它也被列为最昂贵的城市之一 个人理财网站Wally Hub说 当大群人在城里参加一个重要活动时 当地的企业因抬高价格而臭名昭著 对于酒店来说尤其如此 他们的价格可能比一年中的其他时间上涨百分之百 该公司估计 65%的美国人将在节日的食品和饮料上 花费至少50美元 在纽约之后 拉斯维加斯 奥兰多 奥特兰大和迈阿密 列为全国除夕最佳地点 除了波士顿新英格兰地区 没有其他城市进入前100名 加利福尼亚州有17个城市上榜 其中以旧金山为首 排名第七 在Wally Hub过去的排名中 麻州被列为对老年来说是最安全的州 波士顿是全国最好的体育城市 伍斯特的居民是受家庭压力最大的 以上是这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